老頭? 台叔 你這個臭小子, 你也騙我頭了 幸好我聰明, 把你的衣服都說出來 原來是你和我六叔 把衣箱和道具放回, 還開班秀徒 我把自己的衣箱拿回來有什麼問題 你看你, 什麼叫龍鳳星 連展紅圖你也不敢叫, 偷偷摸摸 好, 那我現在把名字改成 展紅圖女給我用 我搞大戲真的不是殺人放火 你好好的, 搞你的男生生意就好 好, 我多辛苦才鋪一條好路你走 你就瞞著我, 自把自圍 你以為我想瞞著你嗎? 你一向都不喜歡我做大戲 我跟你說出來, 就會罵我 就像現在這樣 你跟我說, 聽我說, 就不會吵架 好, 兩父子來的 咬到臉上臉上有什麼餵 你還沒說, 一天都是你 夾著孩子來騙我 搞對無敵方式, 都不當我這個老大爸爸 你走, 你很老, 一人做事, 一人當 你以為繼續罵我, 你別用輕衣來出氣 你這個臭小子這麼跟我說話 你有沒有當我是老爸? 老爸大了, 老爸不用說道理 你這個臭小子, 我真的很久沒打你 不要啊, 你的手 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打我, 你的臭小子 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打我, 你的手 我不要打我, 你怎麼樣? 媽媽, 你不要打我 媽媽, 你不要打我 快點 一個一個作法 老哥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神經病, 我現在有做錯嗎? 我已經想盡辦法避開不跟他吵架了 他就是要走上來吵架喊 現在想像自己喜歡做事是不對嗎? 不是, 但他始終是你爸爸 你先冷靜點, 好不好? 爸爸又怎麼樣?可以動手打我 不是, 但是… 阿俊 謝謝 他是不是拿到票? 他說Karen問了那個Felix 人家已經買了票, 幫不了手 那怎麼辦? 隨便吧, 爸爸跟我沒辦法談 有票又怎麼樣?不就只會給他私懶 不是, 如果買給他… 走吧 你不用這樣吧, 想喝一口水 不然也要干涉我吧? 我說你特地替我作對 從小到大, 你都是頂心慘 每次我叫你不要做的事 你就是要做 沒有, 這塊餐牌, 那天我很忙 我要寫餐單, 我叫你不要煩我 你不聽的, 結果在旁邊畫公仔 說不喜歡, 到頭來不一樣背我上去吧 你這個臭小子 不僅是說我做大戲, 還要我教他做戲 最初還以為爸爸不肯教 誰知道他肯嗎? 不過我在爸爸身上厚了不少東西 其實這個臭小子算是聰明, 身手不錯 功架也打得挺漂亮的 要吃東西就要做事 這幅小孩畫, 已經過了十幾年了 我們做生意的又不親牆 今天要替我拆下來的, 你們倆 你倆沒聽過我說話嗎? 兄弟, 你煮臉記誰尼好 一看就知道想偷彈 湯菜濃一點, 不得了 濃得太濃了就蓋了鮮味 你懂不懂吃嗎? 為什麼是薯榴卿? 我非要跟你倆說話 兄弟, 不如我幫你拆掉它 我超級虧 不要, 東風已經在這裡十幾年了 已經拆了一早拆了 他們不是懶不拆, 是根本不捨得拆 原來你是故意說 讓他們可以收貨 尤其靠把口勸 不如給他們一個機會想清楚 莫師傅, 你好啊 是呀, 我是張浩晴 曉峰介紹的位置 其實這樣, 我男朋友很喜歡這個衣箱 想找你幫忙, 知道你是專家 你找到師父識成的衣箱? 其實我接下來會去廣州公幹 到時來找你吧 我首先把衣箱送到你工場 好嗎?謝謝你 廣州? 廣州, 整衣箱的師傅是廣州? Aaron 你回來就好了 撞燈不知為何不斷斬斬斬斬斬斬 搞什麼?你嚇到Karen 剛才Karen說電話 她說找到一個懂得做衣箱的師傅 在廣州 你想想, 去廣州的話 豈不是師傅有機會知道戲班的東西 知道戲班的東西 就要知道雲哥在哪裡了 我要上廣州 好, 第一件事, 不要再玩這件事 看飯 第二件事, 你怎麼上去呢? 你跟Karen上廣州 我進你的表跟你們上去 那你不是要離開很久嗎? 有什麼問題? 不行 嚴老闆曾經說過 如果一隻鬼衣服在一個地方 離開太久的話 是會變成遊魂夜鬼 嚴老闆, 上次給你一套符合的 他不行的 我不管他行不行 總之我不會沒這個險 那怎麼辦?你又問過阿東 阿東說衣箱在網上收回來的 現在又說網上沒有了 豈不是沒有線索了? 現在這是唯一的線索 我可以找到雲哥, 我要上廣州 總之我讓你冷靜了, 我們再談 你怎麼這麼大力氣? 歪了 再來 你們勢力點吧 你快跟他們說話勢力點 都弄壞我的衣箱 你怎麼很傻 你不再留給他上廣州 就出聲了 不回答我, 當你答應 哥哥, 股東來的, 輕力點 他的主人很煩的 你弄壞了, 要陪他很久 好… 抱歉… 謝謝 好 再見 再見 不准再提上廣州 你剛才康復了, 不如你別上去吧 什麼?就說好了 這次公幹了, 沒得改的 整個電台這麼多人 找別人都行 難得這次跟廣州電台那邊 談合作、搞分訊 這麼大的項目, 我沒理由交給別人 現在還趁機可以幫你修復的衣箱 謝謝你 嗯, 誰叫你喜歡的衣箱 你又知道嗎? 那天啊 那個阿東拿著跑跑的洞的時候 你多麼緊張 誰都知道你喜歡吧 你都覺得他很離譜 你果然是我心裡面的那條蟲 你上了去的話, 剩下一個怎麼辦 你不要妨礙我摺衣服 現在就like和subscribe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可以即時收看更多節目精華片段